前两天有一名江先生他在行动党YB的陪同下到雪州警局投报说 有一个地方领袖自称跟内政部很熟 然后有门路呢可以帮他的中国朋友申请到大马公民权 但条件是呢要先给40万的这个高币钱 只不过当他帮他的朋友会了16万头期之后呢 对方却消失不见了 而江先生口中的那位领袖呢 就是声称是马华班单区会法律局主任的林展宇了 哇 矛头直指马华班单的班单区会 那今天区会主席梁国伟呢就赶紧跳出来撇清关系 指着职位名单 马华班单区会主席梁国伟强调 他们的法律局主任早就另有其人 而他也从来没有委任林展宇任何职位 他说其实大家对这个人都感到很陌生 只有在上一届大选林展宇代表马华上阵雪州班单区国会议席的时候 双方才稍微接触过而已 你看看我们名单那边看得非常清楚的 这个不是今天做的大约一目了然 我这个是整个职位会的 没有一个职位是林展宇先生的 好了 既然那个职位早就另有其人 那么为什么报案者拿出林展宇的名片时 上面却印着马华班单区会法律局主任呢 关于这一点梁国伟的解释是 这个名片也不能够代表什么 名片就在诈骗集团 如果要诈骗的话 他肯定也要利用任何的身份 可是据你说的他还是马华的党员呢 这个我必须查证一下 好吧 林展宇还是不是马华党员有待查证 不过为什么事情发生之后 该区会没有第一时间出来做出澄清呢 因为各个事情散播的时候刚才是 最后的结果嘛 所以我们也没办法去查证 他的党员机的问题